联邦零售部预期不受高通膨影响 2022年11月和12月的消费者礼品购买金额 仍有机会冲到9420亿美元到9600亿美元之间 这个数据比起2021年同期不止上涨了6%到8% 且代表着美国消费者并不会有大幅度的买气下降情况 此外 咨询机构Deloyte德勤公司也对这一数据进行过分析和预期 但是结果没有联邦零售部预期的如此乐观 主要原因是消费者的假日购物行为大多仍仰赖信用卡消费 加上2022年的假日促销活动与以往有很大的不同 不止从10月初就已经开始促销活动 例如亚马逊早已开始在11月初陆续进行黑色星期五促销 且还有多家大型连锁商店先后宣布感恩节当天关门营业 东森新闻团队洛杉矶报道 我来一下